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吃的肉松面包 做法简单,也不需要揉手套膜 首先来和面 180克牛奶加热到35度左右 没有温度计可以感觉一下 和自己体温差不多就可以了 加入一小勺酵母粉大约4克 一大勺糖大约13-15克 搅拌混合均匀,放置一边让它发酵 大约需要3-5分钟左右 在酵母牛奶水里打入一个常温的鸡蛋 搅拌混合均匀 加入350克高筋面粉 加入半小勺盐,大约3克 搅拌混合在一起 35克黄油提前使温软化 像这样可以轻松按压下去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到面团中了 把黄油和面团混合在一起 为了方便揉匀 可以把面团移至操作板上 继续揉搓面团 刚开始面团可能比较湿粘 不要紧,也不要加干粉 就直接揉搓就可以了 大约揉了七八分钟左右 面团就会揉的比较光滑了 不需要揉出手套膜 揉至光滑就可以了 揉好的面团放入大碗中 加盖 放至温暖处等待依次发酵至两倍大 利用发酵的时间提前准备肉松馅 我今天用了80克的肉松 加55克的黄油 不愿意用黄油的 也可以用蛋黄酱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其他的沙拉酱都可以 准备一些小葱 只要小葱叶的部分 切成小葱花 加入到肉松馅里 搅拌混合均匀 大约一到一个半小时以后 面团已经发酵至两倍大 用手指搓动 不回缩 不塌陷 就说明发酵刚刚好 把面团移至操作板上 按压排气 不需要揉面 直接分成四等份 把每一个小面团都充分的揉一揉 最后滚圆 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小面团 整理好的小面团 加盖参筋布 让它松弛15-20分钟 松弛好的面团更容易擀卷造型 把小面团从中间分别向上向下擀开 把面片翻过来 把面片翻过来 底部打薄 把上边整理一下 形成一个长方形面片 把做好的肉松馅分成四小份 取其中的一份抹在面片上 从上向下卷起来 稍微的再搓长一些 梳过来 稍微的按扁一些 从中间切一刀 但是顶部不要切断 整理一下 把切口向上 把两条交叉编在一起 底边的封口捏紧 这样一个生胚的造型就做好了 做好后直接马入烤盘内 同样的方法 把其他三个小面团同样做好 全部做好后 加盖参筋布 进行二次发酵 大约需要30-45分钟左右 轻轻的按压表面 能够缓慢回弹 就说明发酵好了 最后在表面 薄薄的刷一层鸡蛋液 刷好后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20分钟 具体时间可根据你烤箱的情况 做适当的调整 烤至表面金黄就可以出炉了 如果烤箱比较小 可以在上色满意后 加盖锡纸继续烤 香喷喷的肉松面包 终于可以吃了 这款肉松面包 是全家人的最爱 面包体非常的柔软 加上肉松馅 真是做多少都不够吃 相信你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静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